因為現在這個疫情 尤其是對小孩子有威脅嘛 所以有威脅 然後另外一個是 柯文哲就是他已經安排好了 台北市有151所中小學吧 如果你每個學校到學校去打 你要動員的醫護人力 連疫已經被你抄得很慘了 你要動員的醫護人力 會比集中北龍派去嗎 所以柯文哲的邏輯根本不對 如果說這勞思動眾 你到每個學校去 你要動員到那些醫護人力 其實更勞思動眾嘛 他在乎的是什麼 他的面子 所以只要是傷到他的面子 他就叫做白痴命令 但是他自己的命令 到底對不對呢 中小學的停課 而且現在是說6月3號 那會不會再延長 還不知道 那另外一個是 繼續遠距教學 然後你到學校去施打 那不是更勞思動眾嘛 所以你就看到柯文哲眾人 只是在乎說 他做好的規則之後 他不能改變 因為其實那不只是 他的面子問題 而是他真正的是 他知道一改變之後 他自己的那套規則 他人又破功了 他人又破功了